哈喽 大家好 我是沐紫妍 好多粉丝给我留言说想看磨刀千刃 尤其是一位叫小芬不沉默的粉丝 一直催我开磨刀千刃 开磨刀千刃 开磨刀千刃 所以呢 今天我必须把它给开了 赶紧开开来看一下吧 包裹的也太严实了 原来是这样的 磨刀千刃 看起来好小啊 然后是另外一个梅花十三的剑 这两把剑看起来真的是好小啊 没想到这么短 把它拆开 虽然小 没想到还挺重的 居然是合金材质 还有个刀鞘 这个刀鞘也挺重的 插进去 这把刀怎么样 上面还有漆的标志 提前声明一下 这只是一个模型手法 并不是什么管制道具 而且它的鞘 拔不出来了 而且它的鞘是钝的 不怎么样啊 刀鞘上面都是白色的那种漆 不小心都刮花了 露出了黑色 来我们仔细看一下 好像看起来也不错 全是碎片 上面只是喷了一些白色的漆 刚才不小心都给我弄花了 我的天哪 这个质量有点堪忧啊 这里还画了一个鬼面 说实话 看动漫的时候都没有注意到 原来这里还有一个鬼面 可以说是轻面疗牙 整体都是合金材质 所以说呢 比较重 然后我们再看它的刀鞘 刀鞘也是合金的材质 这把刀鞘就没有那么显眼了 上面只有一个漆 这应该是一个支架 可以把它组装起来 套上去 还有刀鞘 给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一个成品了 这样就可以摆起来了 好 然后我们再看梅花十三的剑 这把剑的名字我好像没听说过 在动漫里面好像也不怎么提及 因为这里面最显眼的还是摸刀前刃 依然是一个剑饼 上面有梅花十三的标志 还有一个钥匙链 这就是梅花十三的剑了 上面还真有梅花 材质都是新合金的 还是有点分量 同样的我们也把它织起来 好 就是这个样子了 加了这个钥匙扣之后 感觉特别low 我看能不能把它拆下来 这样就好看多了 这两把剑呢 我就没有给它装 红色的碎水了 如果装上真的是比较丑 算了吧 这两把剑呢 确实是真的小 磨刀前刃呢 只有不到三十厘米 而我们梅花十三的剑呢 连剑比二十一厘米 有管师可能就会说了 哇 你居然买这么小的剑 你为什么不买这么大的呢 我们想开这么大的呢 我们想开这么大的 说实话 真不太可能 像这么大的 那都属于管制刀具了 除非是泡沫做的 真没法拍啊 所以说呢 我们还是玩点 这种小的模型手办 3D面积小 诶 摆在书桌上还挺可爱的 说实话 我也是刺客567的老粉了 刚出第一季的时候我就开始追了 一直到现在的第二季 刺牙大战567 可惜后面开始收费了 我也不知道结局到底哪样了 反正是非常的期待 第二季是终结了 不知道今年年底会不会出第三季呢 听说大电影已经开始制作了 在国产动漫里面做的好的其实还是不多的 但凡是有这种优秀的作品 那我必须得支持下去 今天的开箱呢 我们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喜欢哦 赶紧点赞评论转发吧